哇塞 只有八爪和皮皮虾的烩饼 最好的是四五千块钱 是吧 一个街啊 今天来这个大村大吉 这一条街全是卖海鲜的 大哥 带鱼多少钱一斤 什么 这是15一斤 15一斤 这大鲨是20一斤 这大鲨多少一斤 大鲨40 40 我要60块钱的大鲨 我刚刚没拍的时候 大哥说这虾是40一斤 结果我开始拍的时候 我买的时候成35了 大哥 这皮虾多钱一斤 30吧 135的 这多钱一斤 15两斤 15两斤 我要10块钱是吧 10块钱 在哪儿少钱 那不在花有钱 付了啊 这多下一斤 大哥 我没砸45吧 10块钱的 10块的就可以 10块钱的啊 10块钱的啊 这多下一斤 18 也要10块钱的吧 有10块钱 那就黑鲨就冲了 还有粒粒水是吧 小黑鲨 结果来把这加工一下 好嘞 那现在这加工费是多少钱 这盆是14 这盆里是10了 还在这了 这10块 10块 这个放清蒸吗 全清蒸吧 放汇冰了不是吗 还好吃 那就给我清蒸吧 我就想把它清蒸吃 不不不 你这个不鲜鲜买的 不鲜鲜了 嗯 从哪儿都开出来不鲜鲜 它发红了 你看着 发红了就不鲜鲜了 嗯 啊 那这是买的多少钱的 咱们吃块钱吧 几个日吃 几个日 送一盆里去 七个人花了500 我买海鲜花了500块钱 七个日我买海鲜花500 嗯 然后来叫你给加工 嗯 哪个加工费收了多少钱 嗯 我收它买60 它是围房的 啊 从围房过来的 嗯 姐你做这个海鲜汇冰做了多少年了 6年了 6年 一直就是干大鸡 不是 这是你的车 嗯 你自己开的车拉这些东西来摆它 走吧 15就是5块钱就是10块钱的加工费 对了 姐一个月能干几个鸡 18个鸡 你一直都是一个人在这干鸡吗 嗯 一个人 十块钱里边放几个饼 放一包 哦 刮包 想要几个要几个 嗯 那大哥是干什么的 他都不给你一块干鸡 怎么说呢 我们分开了 啊 一个人 嗯 那孩子给你了还是给大哥了 给我了 所以你这么女前日这么能吃苦 是不是也是为了孩子 儿子已经19了 我一个人带着孩子再苦再累 也要加上啥事 到以后孩子结婚了的话 不就得买房子吗 嗯 不得还他两个 好 那你们有想的说是 顾个人还能绑身的 稍转下来等下没努力吗 没有 我都出锅了 痛痛痛 我这就是15块钱的哈 嗯 你看给我送了一个 架上哪个情整 那是65是吧 嗯 那你不要了 怪不得你看明眼人一下就能看出来啊 这是火候的问题还是 咋煮成这么点大的 它加水了 加水了 嗯 它是用水泡了 用水泡了 用水泡了 那我就上当了呗 你上当了 20块钱还是20 哦 他说25已经过算20 我还以为我捡个便宜呢 上当了 哈哈 这个都是我种作里边最大的一个 刚才我吃的那个种点大 哈哈 不新鲜的话 他就吃着就没那么鲜了 口感到还行 我在福建 河北 东北 其实都吃过海鲜 但我觉得山东这边的海鲜 好像确实是能更鲜甜一些 撑着 主要能吃肉的 建议大家都给海鲜河边里边加点肉 如果自己没买的话 一般加工摊位的话 他们都自己带的有猪肉 10块钱加工费里边是包含这个饼的 吃饱为止 没有不限量